第四季 嬌奢一役不長久 恰如春夜夢一場 強梁霸道終復滅 好似風中 陳土陽 久違了 多隔了幾天才更新 原因也一樣 一來後繼 一來在考證 在回顧資料 真花了很多時間 這事要怎麼說 我平常確實就看這些資料與紀錄片沒錯 但 但是那是休閒 我沒有想過把它做成影片 當你有天想把這些東西做成專題 平常看這些東西就是看著玩的 覺得有趣的就邊看邊讀邊記 誰會沒事順手把它做成檔案 還邊做筆記呢 所以當我回頭要做這件事 就全憑印象了 也很常有這樣的事情 我記得紀錄片裡有個畫面 但我回頭找時 就找不到這個畫面 因為我看了太多部了 而主題又是一樣的 簡單講就是了 在幾部累積成幾個小時的紀錄片裡 你要找到你要的那幾秒畫面 運氣好花上你半個小時 差一點的 你一整天都在找那幾秒畫面 好啦那我確定有這件事 確定有學者說這個話 拉近了片段裡 那也不過佔了幾秒畫面而已 所以你別看我這十多分鐘的影片 有時候進度條上往前推了一兩分鐘 但花上了我一整天時間 這是個人在方法上的選擇 沒什麼好說 那還是收回故事 最近讀了很多考古資料 關於日本的考古資料 有些親友就告訴我 你那個日本的主題 考古的墳墓的主題就別做了 我這裡就說一句 我平常就讀這些東西 我不敢說這是我的專業 但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我就想你是想聽石正嗎 還是想聽段子 我就很抱歉 我都不會 我也不關心 這種東西在網上很多人做了 那你可以去找他們嗎 就如同我的生活一樣 我從沒認識有研究墳墓的朋友 就我一個 你就想一下 我如果是特別在乎什麼的 我就不會在這平台上講這麼偏門的主題 難道還是我要講外星人 接著說 上回說到官員之戰 提了幾句人生之亂 這個是本來沒有什麼 再往後說 本來順著事情走 是要講德川與封城的最後決戰 大阪之戰 其實大阪之戰分東之鎮與夏之鎮 一般知道的都是夏之鎮 那也是封城加大阪浪人的最後決狀 這有些在東之鎮臨臨脫逃的浪人 就在這場仗 重拾了作為五人的顏面 在他們人生的最後 不再選擇逃跑了 而這座失去城豪的大阪城 就猶如脫齒去左的大蟲 無險可守之下 封城方一眾讓人值得殺奔德川本鎮 這也是最後的結局 這件事我們後面說了 而有趣的是在哪 說到本鎮 在東之鎮 德川一方在查舊山 到了夏之鎮 查舊山反倒成了封城君征田姓村的鎮所 說到了弓手互換 陣地轉移本來也沒有什麼 只是我後來查了資料才知道 查舊山不簡單 還記得嗎 前面講官員之戰 說東軍西軍哪軍 鎮扎在哪座山那座山 那是因為官員本身是盆地 而整個大阪之戰 怎麼就一座查舊山 這是有其道理的 在我們節目早期常說墳墓 對這東西熟悉解敏感的朋友 那我應該就來了 古墓的特色通常是 地面上雷起高大的墳包成為風土 尤其在中原與關中地區 大地上無故一座或連堆的小丘 那這底下有墓室 是十之八九的室 但這室你也別急 你也不會是第一個看到的 千萬別一頭腦熱向前衝 不是說什麼旁邊有攝像頭 還是尊計手法什麼的 而是說那蓋住墳包的荒草 難保也蓋住了稻洞 您別一腳踩空了 直接進了墓底層的新主人 這種事是有的 不是玩笑 也是說 盜墓是非常常見的事 在現代亦然 與這事件的關係是 查舊山本身 他就是墳包 所以大阪之戰 東西兩軍的本陣 都起在了墳包之上 你就暢想一下 德川家康站起身 指揮大軍向前進攻 站在墳墓頂上 增田信村衝向德川本陣時 是在墳墓頂上向前衝鋒 換個方式說 大阪嘛 他本身就有大坡的意味 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這比較能理解 看到戰場中央的查舊山了嗎 這明顯就是這片地面上 無端隆起的小丘 嘿對 就他一座 只是這地方 是在2000年後才被挖掘的 確定底下有墓室 這我起了點興趣 查閱了很多資料與紀錄片 才知道 日本很多古墳 是在近10年20年 甚至說四季末 才被探康挖掘的 也就難怪我小時候 找不太到資料與古墳的確切說法 或該說直到現在 另外很多日本的古墳 大型林墓 其墓主人 通常只是傳說與推測 或說法在學界上有爭論與矛盾 就比如說 我們節目做過也最為熟知的悲迷糊 他屬於彌生末期的血馬台時代 關於血馬台 其故地有說在北九州也有大河地區之說 有趣的就來了 北九州有古墳出土的銅鏡 光是在福岡一地 就出土了十多枚銅鏡 其中鄉村亭就包含了四枚 所以學者 考古學家 甚至是地頭 就以此對應 三國治魏治渦人傳中 有四百枚銅鏡而言 這些銅鏡是當時曹魏皇帝 所賜悲迷糊的百枚銅鏡中的一部分 那墓所在哪呢 在赤村一帶就有座前方後圓大墓 地方學者也聲稱 這一帶也是出土銅鏡最多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悲迷糊墓了 看到這 我本來也以為事情沒跑了 這裡就是了 直到後來 我又看了另一部紀錄片 在奈良一帶出土了一座古墳 裡面也有銅鏡 正式名稱為大河古墳群中的黑種古墳 這是一座前方後圓墓 說一下 所謂前方後圓是指封土堆 前方是指封土堆一端的方形台積 後圓是指另一端的圓形祭台 以此為名的 考古學者探看了這座墓 其墓視為數學十四墓 裡頭隨障了大量堆壘的三角圓神獸鏡 鏡面上還有漢字名文 你們猜這裡面有多少個 33枚 同時也是全國最多的 這下可就搞笑了 一下子打翻九州古墳一座墓出土四枚銅鏡的數量 他們覺得四枚很了不起 可是我這座墓出土了33枚 該如何說 日本人 這片子也做了結論 是關於中國皇帝頒刺百枚銅鏡的史實 墓中銅鏡當與三國字記載的百枚銅鏡是有關的 但是這片子也沒那麼武斷了 說了各種可能 包含這可能是在地紡製的 況且同時期日本所出土的銅鏡 其實早有上百之數了 日本當時的對外交流 早就超過了史書所記載的 所以所說銅鏡 一旦發現銅鏡 就絕非完全與朝衛相關了 要知道 當時日本其實與三韓半島的交流更為密切 任何物質甚至是文化也可以由三韓流傳而來 未必是從中國 所以中國史書當然可以忽略日本與三韓交流的事實 故而不能以銅鏡之術來支持誰是真血馬台國的故地 同時也說一下 奈良也是古令國之中的大和國 ヤマダ、ヤマト、遊言、血馬台 就在大和國 我不是在論真偽 而是說 有時候別當專家也不錯 我這個業餘吃瓜的 在一旁看就忒清楚了 這些事都沒準的 這集我們還是概說一下日本古墳 一樣的在古中國發生過、經歷過的 在古日本也有 其中包括修靈與盜墓都有 先說 日本古墳的結構 一般所見 是這種前方後圓的鑰匙孔形墓 當然也有那種前方後方墓 圓形墓、方形墓、八角墓等等 我們後面說 都是古墳常見的形式 那有沒有想過 這封土之下是什麼 大多是橫穴時勢 也有束穴時勢 所謂橫穴是墓式開口方向不同而定的 在墓中有巨型石棺還有石板棺或木棺 在皇家則多用石棺 其實我用石材更有出自九州阿蘇山下的阿蘇石 遠到運至金雞作為藏具 那墓式是什麼結構 舉例來說 最知名也最常看到的就是這座十五台古墳 正如其名 看似巨石堆壘的遠古石座 如同五台一樣 這其實是原來封土下的石墓室 原來的封土推測為圓形或方形 就是前面說的圓形墓 其形式為上圓、下方 下方是方形的墓室 它的樣式就如同縮小版的皇陵 四周還有生蠔 要注意這個蠔是從水旁的不是土 因為它原來是灌水的 一般說一般認為這是全城蘇我馬子之墓 蘇我家的歷史我們後面說 說完了還能接上古墳歷史 後邊還接上官員之戰與大阪之戰 很有意思 這也是日本目前出土 規模最大的橫穴時事 這裡說明一下名詞上的意同 墓道在日本稱為縣道 在中國經典中也有縣道縣門的說法 而墓室、地公在日本稱為玄室 另外說 五頂的叫墓道 有頂的叫永道 墓中的迴廊叫角道 但是一般來說 目前所見 日本古墳中的時事規模較小 就沒有那麼多講究了 我們從外頭看 這堆十五台是由數顆巨石堆壘而成的 這也是最常見的形式 我們後面說 原來時事上的風土早就被削平了 故而墓室裸露於外 這裡有古墳墓室 無論使用多大顆的單體巨石 然而整體墓室都是組合而成的 就拿個物實來講 一田岩船 我想這張照片應該很多人看過 你看這東西像什麼 像一座巨石基地 在現代衛科學與都市傳說中 多有就是UFO遺留 或者是史前文明巨石遺存 當然在學界的說法也有很多 但主流說法是 這就是未完工的石墓室的頂部巨石 你看上方 兩個方形開口 它其實是墓門 當整體著模成形後 它就會被拖到當地 再放倒安置於墓室的基座之上 原理就與十五台古墳一樣 更說這類巨石 早已在附近的古墳中發現相同的形式與構造 所以這堆所謂石船就是半成品被棄置於荒野而已 側邊還有加工到一半的痕跡 話回到十五台 至於這是什麼時候被破壞與風化侵蝕的 至少現今已知 在江戶時代中後期的土路書籍 早就描繪了十五台古墳 就已經長這樣 具體沒有人知道 內部已經被盜牢一空 而周邊還有殘存一些隨葬品 遺存僅能激烤古墳形制而已 再來說一座墓 你大概就能懂 古墳歷來在日本的流傳 這座墓 金城總古墳 金說是忌體天皇 在當時稱大王的陵墓 過去認為在附近的太田查舊山古墳 是忌體亡靈 這邊提醒一下 查舊山是這裡的查舊山 在日本查舊山非常的多 到後來才刊定 金城總是真忌體亡靈 當然也有意思說 不過通說是如此的 不做糾結 這座墓是典型的亡靈形制 整體是吊中型的周毫 有二重 正宗風土為前方後圓形 方方面面都是典型 我們就回想一下 如果這是中國古墳 當屬亡靈 會有什麼主體與附屬設施呢? 回想一下 車馬坑 兵馬俑坑 重葬坑 林區 風土 地宮 等等等等 細項我們就省略了 這一套才是完整的亡靈 而在日本的金城總 就有重葬坑與兵馬俑坑 日本也有兵馬俑 這類陶器多為重葬名氣 在日本稱為直輪 燒造出來的成品很特別 呈現活刺色 形象上不寫實但被捏造的非常生動 可愛 這是當時的日本美學 這堆是在林木一側的直輪 排列成一長方矩陣 分成前後二部 整體表現的是當時三菱崩時的冰葬場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當時的現場錄影或拍照 只是用的是另一種表現形式 被捏成淘氣 不然你要借他手機錄影 前部稱為庭 後段稱為公 分界與門牆隔斷 簡單說是城內跟城外 我相信看過直輪的朋友有 但看過完整直輪行列與公式兵禮的就少了 這東西真值得看 是反映當時場景的寶貴文物 當然這類物詞在中國古墓也有 有趣的是 在行列最後方是反映當時大王庭陵兵禮的區域 就是靈堂 推斷這是當時皇族清淨才能進入的空間 說這座墓葬 其墓本身在戰國時代就被當成了戰略高地 跟茶舊山一樣 它是平原上無端隆起的高地 戰國武士就在這上面構築起了城寨 在這裡組成 城池的地基是天皇的墳墓 就可以知道這座墓在戰國時代就遭受破壞了 而戰國末期的福建大地震更導致墓中時事坍塌 這是後來考古學者進入墓室後進一步清理推測的 如今外部看這座陵園是經過整理修復的 原來的陵園千年來經歷戰火還有居民遷移 這裡早就不成樣了 其實說嘛 日本古來對這些古墓有什麼看法 可以說沒有 就說到了戰國時代 武士在墳丘上築成 交戰時更以墓頂為基地 你說他們能有什麼想法嗎 時間在往回推 在平安時代為了擴建公事而破壞墳丘 這也發生過了 要知道在漢朝 魯公王一樣為了擴建而拆毀孔子老宅 那因為宅子不是他家的嗎 而孔家後人也在朝為官了 我想拆就拆 而日本古墳不一樣 那是你家的祖墳 有誰為了修宅子而自覺祖墳的嗎 好了啦 同說破壞嘛 說盜墓 其原理我們在前篇聊 中國墓葬與足出紀念中說過了 必須有豐厚的陪葬才有盜墓這回事 早期的古墳就是這樣的 目前出土的完整古墳 好如藤之墓古墳 看一下啊 日本也是挖掘過地靈的 裡頭的隨葬如今已復原如新 有墓主人隨身的精器、飾品、馬具甚至是武裝都有 這些都可以判斷墓主人出自皇室 如今學者推測這或為崇峻帝或為其諸王子 沒有確切的說法了 但這就足以立為古墳的典型了 古墳中是真有真寶的 就文獻記載盜墓一世 早從古墳時代就有了 有的還是大寺院的大和尚所為 盜寶、盜取寶物是常識 那還有些你知道盜的是什麼嗎 盜的是乙古 這就源自信仰了 就文獻記錄 曾有和尚盜取聖德太子的牙齒 這說法就有趣了 聖德太子墓裡面是 太子與妻母三人的三官合葬 要知道在盜墓當時的連倉時代 聖德太子是被神歌化的 其墓三官合葬 那和尚就結合了佛教阿彌陀三尊的說法 盜取太子的牙齒就好比取了佛牙一樣 一樣的事、類似的事 更荒唐的是後來天武帝與池統帝的合葬墓 早在連倉時代也被盜 而其後沒有被修復 變成什麼呢? 反倒成為當時京都與奈良人的觀光景點 知道的人、附近的人都能入內敬拜玉古了 我作為神國百姓去拜天皇玉古有什麼不對? 墓室就成了祠堂了 在這有機可乘之際 就有和尚盜取了天皇的枯勞 就直接把頭骨拿走了 這也源於連倉時代極盛的佛教信仰 設立崇拜 鄉下佛骨是舍利 植骨是佛牙式 那天皇的頭不就是最大的舍利嗎? 聽起來很荒唐 在當時是一種信仰 那日本盜墓的故事就多了 碗道、江戶、明治、現代都有 我們以後再說了 提起古墳時代信仰 一直以來都說佛教 其實從考古發覺 墓中還是多以傳統的日本神道為主 往後才能見到佛教甚至還有道教色彩 這些墓中都有 那相關的出土文物我們後面說了 要緊的是八角墓 天皇墓葬的八角形式 我所見過的學者說法 就直言這意味著 統治、四方、八皇 故而做成八角形風土 而另一說就是源自道教影響 與數字八相關或以八角為造型 只是道教在日本後來多與神道同化 後來是很少見的 當然有趣的古墳還有很多 好比說以壁畫文明的高松種古墳 墓中勢壁都有彩繪 包含四神、朱雀、青龍、白虎、玄武 還有身著華服的古墳時代男女 這些就與道教信仰影響有關了 就其壁畫中的男女裝束 就非常的大陸化 與後來的合制衣冠是全然不同的 這座墓 墓主同說為天武帝皇子 只是推測沒有確定說法 那注意到沒有 以上這些墓葬的斷代約落在 從軍帝到天武帝這段時間 後邊說的天武帝就是大海人皇子 前篇我們說到大海人皇子兵變 出師途中駐紮於山地靠師 全軍吃逃 後來的官員之戰 德川家康就駐紮於此 在大海人皇子以前 日本雖然皇權旁落 蘇我陸陸號稱日本董卓 記得嗎?前面說的15台古墳 墓主是誰?就是蘇我馬子的墓主 蘇我是三代 馬子、蝦夷、陸陸是顯赫一史 甚至說 蘇我馬子誓殺了崇峻帝 蘇我蝦夷與蘇我陸陸父子為了專權擁立新帝 而逼殺了三倍大凶王 這個三倍大凶王就是聖德太子的兒子 以上這些人的墓葬都已出土了 另外說一句 我早期閱讀資料 有看過聖德太子是虛構人物的說法 我當時就覺得這個說法非常荒唐 大概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後來三倍大凶王的故事 如果說聖德太子是假的 那三倍大凶王是誰? 蘇我是在奪權中 逼殺的又是誰? 另外說聖德太子古墳已經出土了 那做墓又是誰的? 這是個壁環 就像墓比烏斯一樣 無法之一 不可破解的 你說嘛 考古與史學來說重不重要? 墳墓重不重要? 自己想嘛 我們說日本董卓 那董卓的下場是什麼? 只有一條路嘛 在當時的朝廷 蘇我是已經到了能夠 專善立軍的地步了 皇家的命運居然是由蘇我是說了算 那諸皇子是看不下去的 近期我看過最生動的一幅畫 多武蜂援起繪卷 這繪卷網上資源都有 你們可以查一下 上卷之二 局部就描繪了 以四之變 此時女帝是皇籍天皇 中大兄皇子連同朝臣 在御前斬殺了蘇我陸入 史稱以四之變 至此蘇我宗家宣告敗亡 朝廷實權再度回到皇家所有 雖不定是天皇 但是由皇家主導 我們看這畫中 陸入的腦袋飛於半空之中 一旁的題詞就縮全了整個世界 更有意思的是 女帝受到驚嚇 眼面雀熟 皇子與朝臣一刀終結了蘇我是專善的時代 這邊說中大兄皇子就是後來的天治天皇 天治帝在前邸時 雖有御前斬监之功 然而在登基後 於三寒半島大戰堂軍 就是中國說的白江口之戰 日方說的白春江之戰 在那裡被殺的大敗虧 大和肖將皆立戰而死 兵馬折損大半 喪失了在半島的交通實力 這敗基傳至帝京 天治帝大京 因此為了安全 深怕唐軍反攻 而遷都至內陸近江 以免謀求與大唐講和 這裡就看一下 此時並無武士 也沒有武家 大和朝廷 是一個非常大陸化的政權 皇權在握 甚至能揮師渡海 這時候遷都也是常態 當然嘛 當時的都城 其概念與後世 連同獻金也大不相同 非鳥驚 現在已經出土了 與其說它是帝京 還不如說是一處大宅邸 天治帝崩厚 包帝大海人 不服新軍 悍然舉兵 一戰擊潰王師 天皇大有皇子 兵敗致力 這就是前篇說的故事 以上故事聽起來十分熟悉吧 這位演著人民 頗有中國歷史的味道 日本早期的歷史就是這樣 如果扮著日本書記與古墳文物去看這些故事 那就生動多了 到了尾聲 今天說的歷史 對比中國約在南北朝末期與初唐時代 當時的日本是沒有那麼唐化的 後來的服飾會捐本化 其人物衣冠都是想像化的 這裡就請問一下 你認為當時的日本人是什麼樣子 是這樣的 序留美鬥良法式也叫絞法 就出土之輪來看 這是當時普遍的法式 那是一個真正日本本土化的時代 直到大海人皇子 舉兵稱帝之後 還都於飛鳥巾 改國名為日本 才有後來的故事 我們回顧一下 那個古墳鼎盛的時代 黃吉帝 天治帝 天武帝 歷經 斬尖 唐化 遠征 勘亂 日本正式定國 十四億個文明出謀 黃泉與革新 進入正軌的時期 其中故事 我們還是後說 以上